加泰隆尼亚新自治政府西班牙中央批准 西班牙政府今日批准加泰隆尼亚的区位含入狱与流亡独派成员的新自治政府人士 接下来渴望接触对这个的区的直接统治 西班牙中央在上月承认刚当选加泰隆尼亚 Catalonia自治政府主席的托拉 Quimtora但拒绝批准他所临选的政府官员 因为其中四人遭马德里指控企图推动加泰隆尼亚独立 马德里声称提名此四人是对中央的新挑衅 托拉在本周稍早提名不含前数四人的新自治政府 并在今天的最新版加泰隆尼亚政府官方日志公布阁员名单 托拉5月19日公布第一份内阁名单 遭中央驳回 加泰隆尼亚去年10月试图脱离西班牙独立未果 马德里随后解散自治政府 并直接统治迄今 如今 加泰隆尼亚的新内阁人士获马德里批准后 新自治政府将获准行使职权 届时马德里会自动停止对这个地区的直接统治